魏如萱下个月将在小巨蛋开场 不过他27日却在社群透露听力出了问题 他表示搭飞机时飞机降落的时候 耳朵瞬间剧痛 吞口水打哈欠捏住鼻子用力 试了这些方法都没有改善 接着他就听不清楚了 听力大概只剩下20% 换他就去就诊 医生检查后确定耳膜没破 开了鼻喷剂给他解决比赛问题 隔天他以为会好转 不过搭电梯时大家都在他旁边 但他却听不清楚大家的声音 所以他又换了别家医院就诊 检查后确定中耳是不通的 拿了药也拿了喷剂 但听力什么时候能恢复也不知道 时好时坏的听力让他觉得好烦 但也认为必须接受身体的状况 隔天他又发出了一篇PA文 和大家分享病况 他表示一下子听得见 一下子又听不见 注意力没办法集中 接着表示他又去了另一家医院检查 医生说他的耳朵出血了 两条恶魔上各有一条血迹 医生跟他说他不会耳聋 给他鼻子过敏的药 跟他说好好休息 应该就会慢慢恢复了 他表示接下要开始准备 5月13日和14日的小巨蛋演唱会 希望自己很快就能痊愈 天文一出大批粉丝纷纷为他家要打气 叮叮他好好休息早日康复